我们还要再带您来看到的是大折 就是因为年关近了 可是有不少民众也想要除旧布新 想要换新的床垫来好过个年 可是有床垫业者他们到府回收旧床垫 竟然发现有八成都是劣质的黑心床垫 这个弹簧床的话是根本不够弹力 这个材质差的非常大 而且都是偷工减料 民众有的时候是花了好几万块买的这个名牌床垫 结果都是骗人的 工厂妹师傅忙着赶工年关将近 定制新床垫的民众不少 业者道府回收旧床垫却发现 民众的床垫里头有八成 几乎都是劣质的黑心床垫 一张张回收的旧床垫拿刀割开来一看 还真让人吓了一跳 发现里头不是弹簧数量比平常少了一倍 非常稀疏 不然就是床垫的材料 偷工减料 只有薄薄的一层布包着 非常劣质 我们当时我看到这条 就是说它的镜子 当时镜子数都不够 没有材料都破料不够 如果说镜子不够 镜子你看的时候会猜 业者说一般民众买床垫 根本就不会知道里头的材料到底好不好 影响床垫的品质 里头的弹簧数多寡和材质很重要 四万多块 他以为是独立桶 还四线的 就四线的 困了 你说困到又是不 有些打着知名品牌的床垫也一样 业者回修后 发现几乎有八成都是偷工减料 各看一看才发现 原来平时花上万块买的名牌床垫 里头的材质都是骗人的 白花了约往前 周年新闻黄孟珍 叶佳文 台中采访报导